下面我们来关注两岸直航 昨天春秋航空公司在大陆和台湾之间首个直飞航班 从上海出发前往高雄 两岸航线一直是一个全年都没有明显淡季的热门的航线 从2003年两岸直航首航以来 大陆航空公司当中执行两岸航线的一直都是国有航空公司 而昨天两岸航线首次出现了大陆民营航空公司的身影 更重要的是他们把低价策略带入到这一市场 如果你运气好的话 也许可以抢到199元的特价机票 中午12点20分 春秋航空公司的A320客机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起飞 飞行两个多小时后 于下午的两点半抵达高雄 春秋航空成为首家直飞两岸直航航线的大陆民营航空公司 春秋航空为了庆祝这次首航 不仅员工跳起了骑马舞 还特地找来了会讲台语的空城 噱头十足 由春秋航空直飞的上海至高雄航线 将固定每周三班运行 作为低成本民营航空公司 春秋航空表示 他们的票价会比其他公司低30%到40% 同时还会在网站和手机上推出部分特价票 我们最低的票价是每个航班最低是199块钱 然后在网站上 官方网站上购买我们的机票最低的价格是430元 这个都是不含水的价格 票价低廉相应的服务也将受限 春秋航空规定行李限重15公斤 机上也不提供任何餐饮 此外另一家民营航空公司吉祥航空 也将会在11月1号开通上海至高雄的直航航班 12月1号开通上海至台北的直航航班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